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来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这里的天气是一周日 夏天并且非常的炎热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看一位 跟我住在于同一所学校的校友 并且从事了不同的行业 那他的一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他家门口 跟我去看他的一天 哈喽 早上好 哈喽 哈喽 请进 请进 嗨 大家好 我是徐瑞腾 今年28岁了 来马来西亚已经6年了 我目前在马来西亚 从事两个行业 第一个是大学教育与文化交流 第二个是基建 基础设施工程 这个 我老婆 我妹 准备一点早餐 我老婆 好不好 那我们就坐吧 很怪的 他会装死人 但是不拿吃的他不装 再拿点吃的他 我们今天会先去一趟学校 见两个新来的学生 和一个从中国过来的学校代理 早上每天早上前就是我手机呢 钥匙呢 眼镜呢 衣服呢 裤子呢 全是这样的 所以才是需要的 下午的时候 我会去一趟工地 检查一下我们之前坏掉的设备 目前的维修情况和工程进度 在结束工作之后 我会去锻炼一个身体 这一天我们就结束了 咱们现在去哪 现在去工作 开始我一天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在马来西亚创业 也是趁着我们中国政府 这样一带一路的扶持 并且加上市场的空白 我觉得 这一天 也有帮助我的朋友过来读书 后来是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就变成了陌生的人 后来从一年十个到最后的一年一百多个 所以说我就成立了后来的一个留学的一间公司 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不仅仅是留学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文化交流这方面的 其实我来马来西亚这六年 我什么都有做过 最早呢 我是做二手车买卖的 也有做过租车 做过什么燕窝啦 东德阿里这样的特产 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 帮助几个朋友过来读书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呢 我干脆就成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留学公司 专门为祖国的同胞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只是简单的处理这一些留学啊 这类中介的事情 并不能实现我的一些报复也好啊 或者是想法也好 所以说我成立了现代的文化交流 这样的一间公司 并且在一所大学里面任职 关于我的工程公司呢 也是当年机缘巧合 碰到了一个本地的基础建设的工程队 他们有向我提供一些中国的技术啊 包括器材 通过我的努力呢 我们完成了这样的项目 包括也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来就建立了我自己的第一家工程公司 一直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外人维修 这是一个风机压缩机的 然后打气用的 往下面打气 气体往里面 对于工作的人 其实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你来之前 我的建议还是要想清楚 除非你是到马来西亚的一些中国企业工作 否则你真的有一天到了马来西亚这里来 并且融入了当地的社会 当你再想回国的时候 你就非常困难了 就像我一样 所以如果说在本地 有一些中国的企业 在国内可以帮你交五险一金啊之类的 我也是很建议你出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挺不错的 那么对于来这边创业的中国人 我的建议是来之前 一定要研究好当地的法律和社会规则 我们一定要尊重本地的社会规则 这个作为前提 我们再来这边去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才会得心应收很多 关于马来西亚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呢 其实没有那么快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幸福指数也非常的高 他们有很多的假期 类似于春节 马来人新年 印度人新年 这些全部是我们他们这个国家的公共假期 包括初单的生日也要放假 足球踢赢了也要放假 羽毛球打赢了也要放假 所以像他们这个国家的性格 我觉得很简单 喜欢一步一步地来 所以我觉得就相较于我们国内来讲 他们就会活得比较轻松一些 那么对于留学来讲 我的建议就是 一定要放弃在国内的那一种学习方式 比如说觉得考试分数好 我就一定可以过 其他时间我可以去玩 这样的形态是不对的 他从一开始到结束 你都要保持自己的CGPA 也就是你的基点 所以说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很多的 这一点一定要懂 所以请开吝点赞 订阅 »i 每天工作完了就要锻炼一下 保持身体健康 对于在海外留学这样的一个群体 我认为还是分国家的 像在欧美日本这样的国家 还是家庭条件会比较好的学生会多一些 也不乏有一些勤空俭学的 但是选择马来西亚这样小众留学国家 这样的一群人呢 其实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个性价比 他既享受了英联邦的教育 又享受了中国的消费 我觉得这样的一群人 选择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有他的道理的 上面可以的 换衣服了 其实我从研究生到博士 到在这里工作 有了公司 其实我的圈子已经在这里了 我的工作也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现在回国的话 可能一切就要从零开始了 我还是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做到一个我认为有资历 有资本 可以到国内为国内的社会 做一些贡献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回国发展 我也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徐瑞扬 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人 是徐瑞扬 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人 我们已经拍摄了140人的一天 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足迹 我们还将记录更多的人生百态 我们相信每个平凡人都有他不平凡的一面 如果你想纪念你的一天 就请联系我们的公众号 一个人一天 my day